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香菇加粉丝 简单又鲜美的做法 一小把粉丝放碗里 倒入温水 把粉丝泡发 新鲜香菇八九朵 把香菇的地去掉 准备一盆水 在里面放进些盐 把减好的香菇放进来 用盐水把香菇反复清洗 接着多换两瓶水 把香菇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香菇洗好后沥干水 用刀在香菇的肚子里 滑石至花刀 香菇都处理好后放盘子里 备用 粉丝泡发好了 把粉丝里的水沥干 倒入些生抽 拌匀 要点底味和上色 放一边待用 接着剪一些小红椒 剪碎 再准备一些蒜蓉 或者蒜末 把蒜蓉和小红椒拌匀 再倒入一勺冒烟的热油 然后倒入适量生抽 一些蚝油 调味 把它们拌匀 蒜蓉酱就拌好了 接着整理一下拌好的粉丝 拿起三四根粉丝 粉丝在手指上 要圈 把要好的粉丝 放到香菇里 摆好盘 然后把拌好的蒜蓉酱 放适量在每一个香菇粉丝上 锅中水烧开 再把装好盘的香菇蒜蓉粉丝 放到锅中 盖上锅盖 大火蒸十分钟 时间到 蒸好了 出锅前撒上葱花 今天比鲍鱼还鲜美的香菇蒜蓉蒸粉丝 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